您知道饭店268一份的烤鱼是怎么做出来了吗? 今天农店就花一分钟的时间教会大家 特别是第三步,尤其重要 第一步,我们将鲤鱼宰杀干净过后,如图改上花刀 吸尘油温,下锅请炸 炸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着急翻动 炸至表皮金黄,有焦后感的时候捞出来备用 锅牛底油,我们下入青红麻椒炸香 再放入皮鲜豆瓣酱炒出红油 泡椒,红椒,生姜,开最小的火慢慢的扁炒 炒出它的香味 第二步,我们把料头炒香过后,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调味,盐,鸡精,胡椒粉,少许的生抽酱油 水开,我们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魔芋,木耳,藕片,竹笋 想搭配什么都可以 煮熟,捞出装盘 千吨豆腐,万吨鱼 放入鲤鱼过后的话,一定要炖的时间够长,够久 这样才会更加的入味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优厚的脸皮给大家伙要一个双鸡 刷到视频的哥哥姐姐们 您就帮老弟点一个吧 您看我都这么说了 点,就帮我点一个吧 祝每一位点双鸡的哥哥姐姐 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 像是专家的老弟点评定 比我来楼恭镇的哥哥哥